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曾經在中國工作過四年的宇昌來談 他怎麼看圖帽 大家好 我是宇昌 今天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說一點話 我曾經在2010年的時候就到上海那邊去工作 工作了整整四年到今年的二月我才回來 那我去那邊以後呢我就慢慢發現我眼中看到的中國和我在台灣電視上看到的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 在台灣的電視上有的人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 可是有的人卻一直鼓吹說中國是一個進步的地方是世界的趨勢 我可以告訴各位這兩個都是真的 因為中國真的就是一個弱弱強食的國家 裡面的人民他們的信仰就是這四個字 弱弱強食 如果你今天有錢 有權 你在中國你可以如魚得水 過得非常非常的快樂 可是如果你沒有錢 你沒有人脈 你沒有資源 你不是連勝文 你在中國你過得不會很好 各位朋友 你們看到那些在電視上面喊著中國好的人 你可以去看一看 他們都是有錢的人 不然就是有權勢的人 他們到了中國吃香喝辣 然後告訴你中國很好 可是等你過去以後 你看到就是糞坑 所以我決定 我從 兩年前我就開始寫文章 我希望可以把我看到的中國 傳達出來給大家 我發現 中國是一個 所有人都 忙著小確幸的國家 他們不叫小確幸 他們叫做台灣小青星 那他們的電視就是流行 就是藝文 就是娛樂 沒有政治 因為沒有人可以管政治 你在路上拉個布條 警察就幫你拉走 那 中國人就變成一種很可怕的 的一種 民族性就是自私 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連自己的性命可能都管不好了 他們只好自私 他們自私自利 他們不管別人 他們也不管這個社會變怎麼樣 反正我只要活得下去就好了 可是各位 各位朋友 各位台灣人 你們希望自己成為這樣的中國人嗎 所以我們不可以自私 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我們一定要關心政治 我們要拒絕我們那些洗腦的媒體 我們要一起到現場來 因為台灣的未來在現場 在這裡 對不對 從去年開始 我看到馬政府說 福茂協議這個東西 只有經濟沒有政治 我覺得很差異喔 因為中國所有東西都是政治 他們的政治會滲透到所有的層面 從各種不同的地方來監控你的一切 我曾經在六四的時候 因為打個電話和朋友 講了六四兩個字 三秒之內 我的電話就出現沙沙沙的聲響 而且當晚 所有電話都是這個樣子 各位朋友 你們希望台灣變成這樣的警察國家嗎 沒有 很遺憾喔 福茂協議有開放一些通訊的部分 我們的入口網站 未來也可能會被中國人 所開的公司給接管 他們的監控可能會滲透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當你上網的時候 你看不到這些社運的消息 當你打電話的時候 你的通訊記錄可能會被記錄下來 可是馬政府告訴我們 這就是經濟 這沒有政治 各位朋友你們相信嗎 然後我們去看了一下美國的談判過程喔 美國的談判從剛開始 需要國會的授權 然後之後 需要民間團體和國會的監督 最後還需要國會 國會的一個決議 他們才能通過 如果有問題的話 他們還要脫回去重談 美國和韓國的FTA 美國就曾經脫回去 讓美國的行政部門重新談判 可是朋友 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什麼 他們說 福茂協議是不能修改的 他們告訴我們 保密是國際的慣例 我後來加入了一些公民團體 然後我們一起寫信過去問總統府說 為什麼美國是這樣做 而你們卻說保密是國際管理 各位你們知道我們的政府怎麼回應嗎 他說各國的法律條文是不一樣的 各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不要拿美國的東西來跟台灣說準 各位朋友你接受嗎 今天我們在這裡捍衛的是民主的價值 馬英九昨天已經在電視上講了 他們發言人說 那個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可是同學 各位朋友 30秒過一個法案 30秒就會完成主條審查 這是民主的國家嗎 我今天非常非常感謝各位朋友來這裡 和大家站在一起 我真的認為福茂協議這個東西 我本來以為福茂協議是一個很冷很冷的議題 沒有人可以把它吵得起來 但是今天我看到台灣人都站出來了 我看到了台灣人的希望 我肯請大家留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努力的 捍衛台灣的民主好不好 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我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今年二月的時候 已經持續了上海的工作 我要回來台灣這裡 我要和大家站在一起 台灣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大家一起來捍衛台灣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再次謝謝雨昌 請坐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